国家维健委也会派出内地方仓医院支援队 协助亚博起医院 消息华选指是在亚博管理期 兴建有独立房间的临时医院 成员之一的成于佳说 团队不会直接治疗病人 而是指导方仓医院的运作 曾海琪报道 协助亚博改建成方仓医院的 内地方仓医院支援队 他们的签证可以停留半年 六人团队包括医疗、护理、建筑和设计专家 都有过方仓医院的经验 成员之一成于佳说 一直跟香港专家密切交流 估计团队在下星期来香港 又说两地方仓医院的选址相似 都是在体育馆、展览馆等的地方 相信运作上没有太大分别 唯一是香港隔离空间的格数多一些 每隔面积小一些 他又说团队不会直接治疗病人 而是指导方仓医院的运作 另外消息说政府也研究在亚博馆二期 兴建全新的临时医院 到时会有独立房间可以作隔离设施 到时会不会加派医护人员来香港协助 成余家相信中央会再安排 早在上月23日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团队 已经与香港开了视障会议 之后来港的团队 拿亚博的平面图研究 将会改造排气通风管道 团队成员武昌方仓医院的院长曼君就说 会在遵守香港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进行专业支持和指导 有线电视记者曾海琪报道 一九上一有线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